在 你今天还是那个大头画手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比目咸鱼 2021年了 你还在画大头吗 很多小伙伴表示 我感觉我这辈子 就只能画大头了 画全身 不存在的 但其实啊 稍微改变一下 从大头到全身海豹 真的没你们想的那么难 今天 我就来教教大家 如何从一个大头画手 快速成长为一个 可以画完成度80%以上的 带背景 全身海豹画手 首先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方块小纸 来给它画一个大头 我知道 扣大图很爽 真的很爽 那就让你爽个够 就像平时一样 把你能想到的设定 都画在上面 能多丰富就多丰富 小墨镜 小嘴唇 空气刘海 头饰 耳环 再给它画一个 小旗袍 背景也可以稍微加点东西 好了 玩活 诶 等等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是要教我们画海豹吗 这就玩活了 当然不是了 来 咱们把画布拉得大一点 看一下 我们刚才都在大头上 画了些什么 比如把它的旗袍 再往下画一画 再比如 给它扛上一把伞 那这个伞呢 可以再画得完整一点 你看 它打着这么大一个伞 那一个人不孤单吗 那就再给它加一个小伙伴 给小伙伴 给小伙伴也加点配饰 小伙伴饿了 把另一只手给它拿点好吃的 嗯 吃饱了 好上路嘛 然后再把画面拉宽一点 下半身继续延伸 跟小伙伴有一点点互动 再给它穿一个小高跟鞋 差不多了 嗯 草图差不多就画完了 接下来 我们把它整合一下 整合成一幅画 然后呢 再来给它上个色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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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视频可能觉得 从画大头到画半身 从画半身到画全身 只是加了两次画布的区别 但其实 是人体 是构图 是画面把控 是气氛渲染 是画手们夜以继日 一张一张辛苦练习换来的 只有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什么速成技巧 根本不存在的 只有不断的练习 而不是天天 待在画大头的舒适区 感叹 为什么大佬都画得这么好 哎 行了 不骂你们了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已经越越欲试了 但是 先别急着练习 咱们来看看今天这幅画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画的小狮子 还有妹子手里拿的这根火腿肠 会让你们联想起什么东西吗 还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 双会王中王火腿肠吗 还记得那个 从小陪伴你的小狮子吗 没错 最近 双会王中王在举办一个 叫做国潮会玩计划的活动 我也去凑了凑热闹 参加了他们的国潮海报大咖秀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投一票哦 顺便 不觉得 这正是一个大头画手 练习画海报的好机会吗 不想画海报 也可以参加他们的包装设计征集 让我看看你们的努力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